伤情罪是晚良天 憔悴私人不堪言 窗寒洗领千秋雪 门不东吴万里传 好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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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没准备这么些个 各位明天请早 好 你看 好糊弄 怎么说怎么好 这个又到了咱们这个坑王挖坑这个节目时间了 有人说驾到 驾到来了不就是为了挖坑来的吗 你以为填坑的是吧 当然了 到第三季了 不能挖太多的坑 好吧 这个搭下茬开心吗 开心 听闲门开心吗 开心 一群没有文化的 咱俩还说闲话吗 说 我都没什么跟你们聊的了 你们想听点什么呀 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 好养活 说什么都行 不能老说闲板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正经的节目 碰见了不正经的观众 这些日子 咱们开的新书啊 叫 拿画云龙 这个是 《纪宫传》里边一个张辉 《纪宫传》这个书啊 浩如烟海 因为这个 自打原书一出来之后 序书很多 三续四续 五续六续 就续起来 不是一而续的 谁都能续 都觉得这故事好 你也续 我也续 反正我手里边的存本吧 能到三十多续 那续的 反倒后来也确实有的挺邪性的 有的 为什么续不下去了 不挨着 也挺可乐 到了三十来续的时候 后边《纪宫传》 他要拿这个 《红毛妖怪》 原文上写 《红毛妖怪》 是打英国来的 你看这是 清朝末年 民国时候续的书呗 但是看看也挺有意思 我估计咱们说不到那会儿 因为前面的坑还没填完呢 所以等着 英国鬼 你们还得等些年 之前说的呢 它是不一样的段落 不一样的张回 所以说呢 也就是有不一样的坑 但这回呢 咱们在这个 坑王驾到这说的呢 应该相对来说 比较 大概尽量不留坑吧 不要拱我的活啊 你们这样的话 那都是坑 玩笑 说玩笑 也得让人家听个痛快 让人活得开心 死个明白 拿《华云龙》 在整个《纪公传》里边呢 它是以公案 短打为主 它不像其他的段落 有的是神鬼妖狐 有的是公斗 有的是藩王造反 罗汉爷挂帅 不一样 咱们上文书呢 是刚开书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画云龙 西川路上 就是四川的 西川路上的江阳大道 十八岁闯荡江湖 采花的银贼 采花大伙都知道啊 就是喜欢生活 看见花长得好看 就掐下来 搁在瓶子里 搁在桌儿摆 那叫插花 采花的银贼 身上背得命案无数 这个人狠就狠在这儿 觉得这大姑娘好 完事上家里找人家去 睡一觉之后 给人就杀了 是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银贼 西川路上待不了了 惹的祸太多 跑到了临安 就是现在的杭州 在杭州这儿呢 遇见好朋友了 铁腿猿猴王通 原来也是西川路上的贼 俩贼碰去了 开心 又碰上当年的一个小伙计 野鸡六子刘昌 这么仨人碰在一块 吃着饭喝着酒 下楼来 瞧见一个尼姑 很漂亮 人家是戴发修行 这个乾坤倒数 化云龙 夜入乌珠安 一道连伤二命 就把一个首节的双腹 就给杀了 出来之后 又跑着酒店 杀了大掌柜的 叫秦渊禄 所以说干了很多的事情 这还不算 黑晶半夜 夜入秦相府 秦生向这府里边 他去了 偷东西 偷了一对白玉镯 偷了一顶凤冠 打这出来 为什么要闹这事 让你们知道知道 这叫人无自豪 那 林总还写上 化云龙道 那年头是没有二维码啊 要有了他也得贴一个 扫这个就能找到过 这个祸可就惹大了 那怎么办呢 尤其秦生向这 拿贼吧 找谁 先找临安府 你是地面的官呢 临安府的知府 叫赵凤山 择承你三天 拿贼 赵凤山呢 得安排他下边的人 他这个临安府下属 有人和县和前堂县 两位县子也请来 来吧 咱们这出事了 反正三天是破不了案呢 想和设法吧 求朝理的官 张的人讲情 李的人讲情 三天推五天 五天推八天 到最后两个多月 秦丞相说不能再拖 照这再拖的话 我就退休了 对吧 赶到我死之前得破案呢 到底是谁夜入秦相府 偷走了白玉镯子 偷走了凤冠 这得亏是偷东西 这要是心狠手辣 杀了人 这不就大事了吗 对不对 赶紧 思来想去 最后说要想破案 只有一个人 也就是罗汉爷 活佛祭奠 古西天 十八罗汉 其中的降龙罗汉 将士林凡 到了民间 都尊称一声 济公长老 非得求他老人家才行了 这是活佛呀 一说找他 林安之后 林安之府 赵的人说好办 他给我婶啊 正治病 我兄弟叫赵凤鸣 住在昆山 派出两个班头来 柴原路 杜振英 这哥俩 又打林安出来 奔昆山 到赵府 去请罗汉爷 这是咱们上文书所说的 一进门来 赵二老爷 陪着罗汉爷 正吃海参呢 这个罗汉爷 这一辈子 也不是吃多少海参 吃狗肉 吃肘子 吃海参 吃鱼 喝大酒 没听他吃过主食 就是永远就吃这类东西 而且吃海参 一定要下手 海参当然是好东西 对吧 尤其有一些个男观众们 有人每天吃一个海参 吃番茄 西红柿 山药 这都是有利 你们健康成长的食物 因为他吃完 解饱 欧你个海参的 海参 罗汉爷爱吃海参 海参 他有的 吃的就是 那个 发好了之后 也没滋味 他本身这个东西没有味 有的 红烧的 有的拿葱一块弄 葱烧的 还有的那个 东北的乡亲们 蘸酱 反正这个 入乡随俗呗 海参也看命 是吧 你烙着东北人手里 就弄点大酱 两发面 大波波一卷 就个葱 就吃 他也叫海参 罗汉爷吃的 也是勾汁的 按卤菜那么做 葱烧海参 而且呢 不能切 切了之后 他说 走味 就跟他对自己似的 从来不洗脸 为什么不洗脸 他说 咸那个水脏 咸水脏 洗脸呢 就走了元气了 海参也是 切完之后 走元气 还得要好着 大梅花参 大梅花参 有的好 将近一尺都都有 咱们大哥发好了 哆了哆嗦 颤颤弯弯 好家伙 一勾芡 一勾汁 黏着乎乎的 你要拿筷子夹 一不留神 就蹦着地上去 所以说 踏了人家下手 拿着手 在这个盘子里边 攥着海参 还来回裹这汁 裹完了 拿着手里边 一攥 赶紧抓 来回抓 刺溜刺溜刺溜 连吃带玩 可开心了 这叫寓教于乐 一进门 正钻海参的 坐在正当中 旁边赵二老爷陪着 罗汉爷 这首钻海参 这首K脚子正 刺刺刺刺刺 K差不多 一捣手 换这边 K这边 这个书特别适合 吃饭收听 玩得可开心了 两位头上来了 柴头 镀头 站在这 眼都直了 怎么呢 你看这乌装修 这状态 你看赵二老爷 穿着打扮 这是一个上流社会 上品的人物家 当中做这和尚 要多破 有多破 头发二寸来长 都立着一脸的滋泥 眼角着吃不糊 身上看出来 这刚才搓的 脖子上露红领子 这手啊 指甲还挺长 攥着海参 哭丝哭丝 哭丝哭丝 这手K角 哎呀 心说这家人家 这不是疯了吗 但是耳朵里 都灌满了 不敢小看 轨轨轨轨站着 等罗汉爷 玩完这海参 再说话 这一抬头 活佛瞧见他们了 常听寄宫传的人 您知道 罗汉爷说话 不利索 这个专业名词 叫沾牙倒尺 可能也是因为 不刷牙 在他嘴里边 黏糊 说话不清楚 所以说以后 您见说相 说话不利索 你就问问他 是不是不刷牙 罗汉爷玩了一会儿了 这一抬头 瞧着你们俩人 俩人来了 俩人点头 是 罗汉爷 我们来了 好 行 是 什么事 什么事 您肯定知道 是 是 我是 是知道 让我拿在一起 太对了 您是未不先知 活佛金山罗汉 不错 我们有打临安城到此 就是求您来 得破案 我们没办法 秦相爷发下话来 若能破案 赏千两文银 若不然 慢说我们 从县到府 各级的老爷 都担待不起 罗汉爷乐了 那行 去也行 你俩人把这海参吃了吧 俩人看看 你看看 我看看你 老爷子 这消化不了 因为太闲 太闲 你们想的多 罗汉爷把这海参 又扔到盘子里边 一回头 瞧见赵凤鸣了 赵二老爷 我得跟他们走一趟 拿贼去 是 是 是 那您明天再去吧 不行 去完了 贼就跑了 这海参你吃了吧 我吃素 你少来这套 刚才还赶紧吃肉呢 现在开始吃素 那边这 住石子 你这边啊 正说着呢 家里老管家 端盘子上菜 诶 端上来着 哥在这 罗汉爷 来 来 老刘 老刘 诶 怎么着 这被海参吃了 我 罗汉爷 我得谢谢您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的 是不是 之前您来之前 我这个身上 没有一顿是好的 晚上也睡不着觉 又咳嗽 五楼七伤 太难受 得亏您来了 您这吹口鲜气 我现在好了 您这刚给我一条命 您就忘回药啊 对了 老家伙小坏了啊 来 我喂你 我喂你 下手抓 这手掐人的嘴啊 来 嘴 嘴 来 走 走 给扔嘴里边 都没嚼 直接咽了 整根的 呲呲一下了 嗯 怎么样 说不出话来了 说不出话来了 啊 和尚乐了 你别 别害怕 之前吹口气 你那个病没全好 这回吃完这海参 你算行快 彻 彻 彻底 全好 啊 果不其然 这之后呢 这个老管家 身上病根 全去了 掉了几个牙 都长出来了 啊 所以说后来 这个 二老爷又后悔 你早知道我吃了 是不是 找着那个 地上他撕的脚皮 还有没有啊 这儿的事料理完了 这家的老太太呢 这个病也治好了 收拾完了 柴头 杜头 簇拥着罗汉爷 要回临安 办案 打这儿一出来 一边走 问这两位 你 你姓杜啊 是 奶奶 我姓杜 哦 你姓什么呀 我姓柴 你怎么不姓杜 废话 凭什么我就得姓杜啊 罗汉爷 您别那么开玩笑 哦 出什么事了 跟您说一遍了 是不是 又何况您也不用问我们 您心知肚明啊 出了大盗 采花的银贼 叫化云龙 这个乌珠安一道 连伤二命 而且就杀死了这个 秦府管家的侄子 并且夜入秦相府 偷盗走了 凤冠和白玉镯 现如今请您 协助我们拿贼 您多费心 哦 行 那个 乐意拿着 还是不乐意拿着 您讲 您这是拿小人们开心了 当然愿意拿着 拿着有什么好处吗 拿着赏千两文银 哦 拿不着呢 打板子呀 哦 打哪啊 打屁股呀 那乖疼的呀 你那屁股还给我打吗 没有啊 我们哥俩眼口一辈子了 从来就没出过错 老爷一直是爱惜我们俩人 别说 别说打屁股打板子 挨骂都没有 哦 那 挨骂也行 您别 您别 哎呦 我的活祖宫 您别闹着玩啊 我们求您了 好不好 您看看怎么着 我们都听您的 那行 那 咱们离着这个 这个这个 林安还有多少啊 哦 咱们还有 三十来里地 我说三十来里地 嗯 再往前走 就是这个 前堂门了 前堂县 啊 前堂门了 嗯 在前堂那个城门外头这儿啊 站着一个人 穿着一身黑 嗯 你 四十来岁啊 你们要 逮着他 那这事咱们就 祝齐了 就不费那么大劲 活佛呀 您就算出来 化余龙在那儿了啊 是是 你 啊 是 好好好 我就没想 他怎么上这儿来 是 是 啊 好好好 那 那我们俩 去去去去去 这俩人真听话啊 啊 撒腿就跑啊 直接奔这个 前堂门 和尚在后头慢慢溜达 这俩人撒开腿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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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奔前堂门 这城门洞口着 啊 也没多远 二三十分钟就到了 到这儿一瞧 这真站着一人 四十来岁啊 穿着一身黑袍子 腰里记一掏子 站着站着 两边正看着呢 这两位头来了 化余龙哪里头 化余龙哪里头 这桌下看 化余龙哪里头 说话倒跟前了 化余龙哪里头 站一对面 这桌瞧瞧 啊 化余龙 啊 捆上他 马尖头龙二位 身上戴着发绳呢 噔噔噔一捆 这五花大膀 怕他跑了 五花 啊 一根绳子 一叠 叠成两段 为什么叠成两根呢 它皆是 打脖子这顺起来 一兜这膀子 这两边 一边就算一个花 再往下来 绑着胳膊肘 一边 一个花 四个花 最后这个 绑在腕子上 在后头 这是五花 老说五花大膀 这叫五花大膀 哎 噔噔噔噔 最后拴了一个 拿贼的扣 这个东西是 越增位 越紧 他怕你跑了呀 哎 拴扣是规矩 啊 包括唱戏的台上 不管勒窥头啊 什么身上的东西 都系双扣 双扣就搭两回 为什么呢 都能吃入劲 啊 这捆好了 妈牵头龙二杯 寒家覆水 啊 五花大膀 捆得了 哥俩 给您道歉 给您道歉 一千两银子 可甭吧 可高兴了啊 花云龙 啊 你好大的胆 夜入秦相府 偷盗宝贝 东西呢 啊 这时候 啊 还啊呢 啊 等着吧 等老半天 罗汉爷打那边 晃里晃荡 多里多梭 立了歪斜 走过来了 啊 到这了 这这 这这 是 谢谢您 听您的话 这不绑上吗 这不 这忘说一句 这不是花云龙 我们 我们问你们说 那人就是花云龙 这我说的 你们讲 对呀 压根也没说一个字 对那是花云龙 你们去吧 没说呀 也不知嘴里说的是什么 这俩人也是财迷 发财心气 迫不及待到这 给绑上了 这种一回头 罗汉爷 他认识 罗汉爷 是我 是我 你怎么在这 六弯呢 您瞧见 这二六弯的吗 绑着六弯啊 二位头一瞧 罗汉爷 这个人是 这人是 前堂门里 卖碳的 开一个 碳铺子 咱们涮火锅啊 哎 什么那碳 他卖碳的 碳厂子的 掌柜的 那前堂门里 卖碳的 我的好朋友 您 好朋友 您早说一声 那这玩儿 那为什么要 要让我们绑他呢 这也是您的主意 他那个炭 烤肉有烟 恨他 没事了 解开吧 你看我 我看你 您这是闹着玩啊 玩笑 玩笑 解开吧 解释了 这麦探子 回头看看两位 两位头 罗汉爷说 开玩笑 咱们远是无冤 近是无仇 一句话没说 就给我绑上了 是不是 是啊 衙门口有句话 有错拿着 没有错放着 好 还绑上他 过去有这句话 有错拿着 没有错放着 对着你了 你就一定要有错 你要没错 官方就会有错 所以说 错 错了 你也得认同 否则的话 你走不了 这叫有错拿着 没有错放的 他还给人提醒 有错拿着 没错放 回事呢 别别别 我也是嘴欠 你知道吗 谢谢二位头 对我的教育 谢谢啊 以后烤肉 那个炭 得弄得好一点啊 罗汉爷 没您这样的 您说吃烤肉 我给您送炭 怎么送炭 还送出货来了 废话 谁让您光送炭呢 没有肉 我烤是没烤 您早说呀 你这哪儿的事去啊 是我跟你倒着玩 赶紧赶紧回家吧 赶紧回家 改天我还得照顾你的生意 别绑我就行了 借主走了 罗汉爷跟这俩头 仨人乐了半天 说这个 活佛呀 没有您这样的 咱们出来是拿贼来的 咱不能 您看谁不顺眼 就让我们绑谁啊 是不是 炭好不好 肉好不好 那是另一回事 话又说回来 你就这一下 但玩要耽误一个时辰的 咱们这不耽误事 别着急 咱们都到了这个 前堂门这 咱们进去 好不好 进去好歹就逮一个 别好歹逮一个呀 咱得逮回去有用啊 咱们得勤功受赏啊 来跟我来 有赏 有赏 仨人进来了 顺着承门洞进去 进了这个前堂关 人还不少 这一进去之后呢 两边摆摊 卖菜的卖东西的 卖小吃的 各式各样的 游人还挺多 啊 这个俩人呢 在后头 和尚在前边 走着走着 迎对面来了一个人 这组呢 背着一包袱 短衣心小打扮 低着头 这个眼睛啊 看两边 啊 低着头 眼为心中之瞄 你跟谁说话 你看他眼神 你就能猜中 他的心事 八九不离世 啊 好多年以前 我们家 请过一位阿姨 啊 这阿姨 其实手还干活 也挺利索 就是这样不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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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来朋友 说个事什么呢 他给倒个水 哈哈 哈哈 我们家老有一间谍 啊 老有一特务 跟那儿 后来不干 不是不干 不干嘛 啊 我也不好意思让人走 他自个说不干 不干拉倒嘛 啊 你现在才四五十岁 你现在教他 你这儿不礼貌 眼睛如何如何 也来不及了 是不是 好 他走了还挺怀恋他的 啊 挺好玩 所以乔这个人呢 就是第一是有心事 第二来说呢 乔这个状态 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人 啊 他是低着头走道 看两边 罗汉爷跟他正走一对联 啊 俩人 咣 撞上 这种呢 你想他没留神的 咣 咣 坐地上 在乔和尚呢 把自个儿这个 衣服这口子 咣就裂开了 非礼啊 哎呦 臭流氓啊 臭流氓啊 他看上我了 两边所有的行人 就没有一个啊 啊 有流氓 没有 都纳闷啊 那意思怎么可能呢 也是啊 又脏又臭 长得那样 头发都立了 一脸的油泥 手伸出来去黑 这撕着领子 这有人要调戏我呀 啊 好几个过来呢 就掺地上这个 起来起来 不怕不怕不怕 就知道有人要碰瓷 地上这站起来之后 挑了一眼 也没解释 正常来说 平时撞我呀 或者你说那叫什么话呀 这才对 人就这样嘛 有来言有去语嘛 这才叫挨着 那这种呢 也没搭茬 那意思 我得赶紧走 就是 谁说话 我也没有工夫理你 转身要走 啊 他跟这个和尚对脸嘛 他站起来 往这边走 和尚一回头一指他 告诉两位头 这 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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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声逮他 二位头站起来了 别走 就这一声 别走 这小子撒腿就跑啊 你想啊 衙门口的 差人看见这个 跑都跑不了 一定得追 追 就如同走到街上 你突然间看警察 扭头就跑 警察一定得问你啊 对不对 你怎么回事 你哪跑 我说向上赶场 追 好家伙 就这家伙跑得快 在腿子 叹叹叹叹叹 丫头累了都不行了 而且一拐弯进糊涂了 那也在追 他这不出来 本来不就这几条狐头 来回跑 哎呦 俩头直喘 这小子还真快 转了几趟狐头 就被俩头甩开了 又打这口就出去了 一出这口 迎面站着那和尚 凑流氓 你这调戏我 你不要走 我 我跟定你了 哎呀 要了我的亲命了 牛头就跑 往狐头那头跑 一到口 一抬头 和尚那站着 来来来来 我挺爱你的 快来 妈 哎 这不要了命 打白天鬼打墙了 你打哪个糊涂口出去 迎面都是和尚等着你 到最后累得实在是不行了 都扶着墙了 和尚 我与你 我与你 远日无冤 尽日无仇 你 你这是要干什么 说这话 和尚过来了 你 你 你猜猜 你 你猜 我打算干嘛 这下话 你别过来 啊 九明有人飞离啊 有人调戏我呀 说话间 罗汉爷到了窃进 把这袖子往上 顿了顿 活动活动 手 窝窝身上 嗯 这小一窑要开打了 嗯 做好准备啊 再瞧和尚 摆了一个姿势 然后轻轻地往前蹭了半步 好 脆在脸上了 再摆什么姿势都没用了 看不见了 哎呀 咱也不是罗汉爷这口啊 桌子是什么 啊 脆这一脸啊 跟藕粉似的 这不敢言 九明啊 哈哈 有大胡吞那边 柴头 肚头 俩人来了 哎呀 可累死我了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俩人过来了 和尚告诉 这捆 捆 像捆麦探子一样捆的 拿 拿绳子 捆好了 找找 来过来 他这脸上是什么呀 不知道 看着好恶心 走走走走走 咱们带他回哪儿 带他回秦相府 啊 回秦相府 就拿着贼了 啊 你们投走 我后边跟着 哎 好好好 你在地面上 俩拿一大贼 万一碰到出事 可了不得 所以赶紧走 压了就走 啊 一边走啊 这就是寒 你们能给我擦擦眼吗 我看不见 他最好 最好 最好啊 你看见你跑了 怎么办呢 简短结说 出前堂 奔临安 来在了相府门内 一到这儿呢 相府这儿兵就多 而且呢 三堂官都在这儿 三堂官 临安府的支府 还有这个 人和前堂 两县的支县 这仨官都在这儿 得跟人秦相爷汇报啊 是拿着了 是没拿着 这事怎么着了 最刺了呢 跟老相爷聊聊天 宽慰一下 别人着急啊 三堂官都在这儿 秦相爷坐着 听仨人这儿说话 有大家外边 管家进来了 跟您回 丫头已经 拿住了大盗 画云龙 都站起来了 秦相开心了 好好好 带上来 我看看是 甚等样人 如此大胆 已到连伤二命 河野之间 夜闯秦相谷 莫非吃了这 雄心抱胆吗 压上来吧 吃 有大家底下 拆成肚头 走走走走 给这小子 顿上来了 啊 跪跪跪跪 跪跪 跪那儿 跪那儿 这是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啊 小爷看了看 他 他这是感冒了 是怎么着 这脸上是什么呀 哎 跟小爷您回 刚才是 罗汉爷帮着我们 拿住他 不知道这是用了 什么发包 哦 来呀 擦吧 擦擦看看 哎 好 拿抹布过来 把脸给擦死了 这才睁眼 可费劲了 粘活 啊 一抬头 干了 怎么呢 坐了几个官 不是一般的官 莽袍玉带啊 啊 这现在说 你瞧 瞧人穿的制服 你就知道 不是一般的人 跪在那儿 冤枉啊 我冤枉啊 啊 秦相爷看看他 你叫什么呀 你叫化云龙吗 是你 一刀连伤二命 叶如我府 盗走了凤冠吗 啊 这种 哎呀 老乡爷啊 我冤枉啊 我就是一个 做小买买的 哦 做小买买的 那是拿错了呀 放了吧 哎 别别别别 别别 赵之父 那边心说 相爷不会审啊 他哪问过这个去 啊 别别 您再问 再问 哦 叫什么呀 我叫刘二 你看这个名字 他不叫化云龙 放了吧 别别别 费这么大劲 哪儿就 老别人放人还行啊 啊 这哪行去啊 那个 相爷 刚喊了句相爷 外边有人说了 罗汉爷到 罗汉爷来了 秦相先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三位大人 相爷 这个 本相的替僧到了 替僧 就是我 打算出家 把自己 舍给我佛 但是朝里的事太多 我顾不过来 得有人替我 这个和尚叫替僧 历朝历代都是有 有的是替皇上 有的是替宰相 一般像这种身份 那都是大和尚 啊 你看那脸都得像 唐僧似的那个状态 带着武佛官 神穿袈裟 法相庄严 都得是这样的 啊 本相的替僧到了 哦 是是是是 来呀 有请 这里边呢 赵之府 认识 见过 霍佛啊 那两位 县太爷呢 没见过 但是有个耳闻 哎呦霍 霍佛 纪功长老 今天来了 得好好瞻仰瞻仰 啊 这俩官 整整乌纱 透透衣服 玉带整好了 弄着平整点 端着带 跟着等着 就听底下这 活佛就上来了 啊 脚底下 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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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踢了踢 哎呀 听这 这个僧鞋 怎么还戴底的呢 啊 这不是替僧 这是替板啊 咱哪一曲团 叫来唱板的呀 随着声音 闪出来这位 活佛祭奠 往这一站 啊 离了歪斜 啊 这手跟这搓着泥 前堂县 任何县 你看我 我看你 没见过啊 这就是替僧 替的不是很干净 啊 也不敢说话 啊 等着吧 过来了 啊 直接的就问 秦相 啊 秦丞相还挺客气 啊 一公道地 哈哈哈哈 活佛 一向可好 嗯 还挺 挺好的啊 啊 是是是是 两位现在也更纳闷了 咱们这老相爷 怎么了 这是没见过和尚 这脏成这样的 不敢说话 啊 再瞧这个和尚啊 也不等人让 直接就坐在那了 啊 把鞋脱了 跟着K角 相爷挺开心啊 不拘小节 不拘小节 哎呀 现在也心说 我们这帽子要是歪了呀 都能发疯一个月 啊 他跟着K角 算不拘小节 还讲理不讲理了 啊 呃 圣僧 是方才 拿住了责任 我以为是华云龙 他说他不是 啊 这 这 你 你 你不是干这个材料 啊 你哪会是 省案子 是是是 秦谋 愚钝 挺客气啊 我傻 我笨 我不会这个 是你 你不行 那个 那个 叫赵 赵老大 你叫赵老大 临安之府 他叫赵老大 也对呀 他从昆山来 那是赵老二 他都给人排好了号了 啊 赵老大 本福在 你 你问 你是 是干这个的 好好好 来呀 准备一下吧 就在厅外头 有个桌子 椅子 摆好了 啊 赵之府 这一坐 两旁边是两位县子爷 就把这个 抓的这贼人带出来了 跪着跪着跪着 跪着 往这一跪 你叫什么呀 说实话 跟大家来一回 我叫刘二 我那个 是一个做小生意的 两位头啊 大人 他随身带着什么了吗 带着个小包袱 打开看看都有什么 哎 打开了 里边有把匕首 你做生意的人 干嘛带匕首呢 回大老家 我是个卖水果的 我得给人削皮 有理 哈哈哈哈 再看看 看看包里还有什么 翻吧 啊 换洗的衣裳 裤子 腰带 紧底下 有一双大袜 大袜 就是袜子呀 棉布做的 高腰 哎 穿的时候呢 把裤子塞在里上 外边有袋 叫大袜 配着造鞋穿的 有双袜子 夹做的 嗯 都在这 嗯 正说着呢 和尚打里边出来了 你 你是 干什么的呀 哎 看着他 很无奈 就怕他 做小生意的呀 哦 是我 你要是瞒别人瞒得了 瞒我 你瞒不了 我一句话 就让你们诸底傻 两位仙子爷 知府都听了 准有高论呢 好 我等歇儿公听 哎 听着 你 你做小买呗 你凭什么穿新袜子 吻得好啊 这仨官 这怎么办呢 这个 还得随着说 对啊 哎 圣圣 你凭什么做小奶 不能穿新袜子呢 奖励不奖励啊 和尚也乐了 那是 老柴 把那袜子 掏到里边的东西 哦 拿袜子 伸手进去掏 掏出一颗珍珠里 鸡蛋那么大 往桌上一放 知府乐乐 对啊 你说怎么回事吧 整呛着呢 和尚乐乐 这可以穿新袜子 新袜子里边 为什么要搁这么大一珠子呢 你做什么买卖的 傻了 啊 来 拿这珠子去给秦相看看 拿进来 秦相爷一看 这是凤冠上面最大的那个 带进来 有大大夫 嚣嚣地进来了 再瞪进来 可不客气了 光一脚踹 啪就扔地上了啊 啊 说 你哪来的 我 我 不是 我那个 买袜子戴着 放屁 去这个人挤着到一定程度啊 胡说八道 啊 买袜子戴着 那只里边怎么没有呢 是不是 那他不得一只里边有一个吗 大老爷跟您回说 那话卖袜子不就赔了吗 你自个说的是人话吗 老爷我听着也不像人话 潮手闻师 两个人不招 所有 拉下去 打 哎 别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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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 我 我问您句话 打完了之后还问不问 废话 啊 打完了让你说实话 哦 要打完了不问呢 您就打 要打完了还得问呢 我就跟你诗说了 不 你叫什么呀 我 我叫刘畅 哦 怎么回事 我那个江湖上有个外号 我叫野鸡六色 哦 哦 怎么回事 我这来俩朋友 西川路上的这俩人 一个就是您刚才说了半天 那个乾坤倒数 华云龙 还有一个 铁腿元侯 王通 他们俩人来了 我碰见 我原来在西川路上 我是个小伙子 打钱蛋的 结果碰见 他们俩了 这不是 跟我那吃 跟我那住吗 这华云龙是个大贼 河野之间 乌珠安已到连山二命 是他干的 啊 包括 上您这 秦相府这 吐通下来 也是他啊 偷了一对镯子 偷了一顶凤冠 他们也知道 这事惹大了 说以后不能在这 再待着了 先把这凤冠上 这珠子摆下来了 给了我一个啊 说这一个 就够我后半辈活着的 说让我赶紧走 我说行 我这时针时针 归着归着 啊 前堂那儿 有个哥们 原来还欠我点钱 我说找了他 就找他把钱要了 没想到 没找着 没找着 我说算了 我走吧 我没想到 这一出前堂 碰见和尚 说我耍流氓 哎呀 这也是我的命里该着啊 这不没办法吗 我这就 就是这么回事 反正我也都招了啊 你沙瓜村流 您看着办法 哦 亲相点点头 旁边有书办 刚才所说的一切 都写下来了 啊 让他签字 画呀 这过来 画个十字 手上呢 摁点红印油 在上面 摁了个指纹 掐肩入狱 等那俩人逮着一块 咱们再审 啊 说那俩人 那俩人不知道 人家打破 我走了 就拉倒了 再一个 我是个小伙计 他们去哪 也不会告诉我的 嗯 行了 押去吧 林安甫呢 就派差人 给他弄下去 等什么时候 抓住那两个人 到时候一块问斩的时候 才能再提到野鸡六子 把他就压去了 啊 这回过头来 几个官 尤其瞧着这 罗汉爷 真佩服 要不是人家 你说能逮得着吗 勤洗勤相爷 看了看 圣僧 这个小伙计拿着了 接下来 咱怎么办 这个贼 他到底藏在哪儿呢 我给你算算啊 是是是 活佛 一算就知道在哪儿 这个空手不能算 往常都是空着手算啊 往常也不用什么 掐指询文 都不用 就是一说就说出来了 那您看 给您准备是什么呀 准备就 八定黄金 快去取一下 快去 在这儿 不叫事 但是勤相爷还挺纳闷 怎么 怎么用黄金算卦是 拿去吧 一会儿工夫拿个牌 拖来了 这么大元宝刻子 纯黄金的 端来了搁在桌子上 这八个拿在这儿 来回摆了吗 咬啊 咬完了 找一个小不口袋 有人去了 一会儿工夫 小不口袋拿出来了 他把这个都装到里头 系好了 塞在怀里头 这几位跟着看 看半天啊 都看完了 一看他揣起来了 秦相爷问 圣僧 责任下落 您算出来了吗 现在开始算 刚才那 就是要钱 还得给这三块看 你看 多可爱 这意思啊 其实也没闹明什么事 和尚算啊 咬着脑子 我又想想 他吃了 就饿了 秦相爷说 炒菜 海参 狗肉 肘子 上 不吃别的 什么这个青菜 什么一概不吃 专有人不吃青菜 我只有三位 一口菜都不吃 头一位 就是我们的京剧大师 周信芳先生 齐林童 周先生 一口菜也不吃 就吃肉 第二位呢 我京剧的恩师 赵林童先生 一口菜不吃 就吃肉 第三个 我姥姥 我姥姥不吃菜 就吃肉 就吃鱼 我认识人里边 就这么三位 一口素菜不吃 说吃那玩儿 扎嗓子 难受 你这玩儿 饮食习惯吗 罗汉爷上来了 先玩海参呗 是吧 自溜自溜 连吃再喝 聊着 吃完之后 往身蹭 那个衣服 挺好 旁边这几个观众 看着 瞧着呗 是吧 看得差不多了 秦相爷问 那您看 责人的下落 一回头 瞧临安府 赵的人 赵老大 赵老大 悲知赛 赵致福赶紧过来 悲知赛 你那儿有没有一个 柴人叫田老大 有 有 柴头 杜头 田老大 万老三 这四个 是拿贼的头 上昆山 请他去 就去了俩 剩下那个田头 跟万头 就在门口等着了 有 这么四个人 有 盛僧 好 那个什么 赵老大 你让田老大进来 姐官一琢磨 这称呼也不像官府啊 河边卸车的 这都是 赵老大 田老大的 赵老大 你让田老大进来 是是是 快去叫去 这田老大 跟万老三呢 在门口搬房呢 聊天呢 啊 正说呢 行啊 这个 圣僧有点意思啊 啊 没想到啊 正说闲话呢 里边出来拆人 老田 哎 怎么着哥们 叫你 叫我们俩 我不 叫你一个 谁叫我啊 你自己干什么 心里明白 别闹啊 好好的 怎么回事里边 因为叫俩人呢 就说明了安倍差事 叫我一个什么意思 秦相爷 你别害怕啊 你别害怕 我别说你字本 你就说一半了 怎么回事 秦相爷让 让圣僧给算算 说那贼下落在哪 算完之后 说让你进去 好家伙 我没想到 咱们哥们也认识 这么些年了 别出钱来这逗 我怎么是年 不知道吗 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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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老三嘛 哥哥 叫我呢 我去啊 反正咱俩 几十年老伙计了 你我 老柴老肚 咱们哥四个都不错 我也不知道 去之后怎么样 家里边 老太太呀 你嫂子 到时候 你看看要什么 替我 替我照顾 照顾 这个 老爸还挺感动 哥哥你 你问管了 你有我呢 你应该没事 老铁爷保佑 你有三长两短 我负责给你买了 别说这丧气话 快去快去 这等着 赶紧看 别的废话 快 进去了 来到里边 跪倒磕头 先见秦相爷 相爷您叫我什么事 我叫你没事 圣僧叫你 一转身 给圣僧磕头 起来 你叫田老大呀 是我 他叫赵老大 你们俩谁大 大人大 好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罗汉爷 我怎么了 小人犯了 何能过错 您明说 您吓死我了 您要 当差多少年了 跟您回 当年我爸爸 就丫头当差 后来我 顶着他老人家 这个 又到牙门口 一直是干这行呢 把你的帽子摘了 帽子 摘了 拆人的帽子 边上戴孔雀灵的 摘了 您看 扔地 怪脏的 我就看不了 这脏东西 天这气 你看看你自己 生地上了 你身上是不是有味 闻身有味 前到他看看 要不您闻闻自己 大胆 是是是 太臭 脱脱脱脱 脱呗 腰里系着板带呢 先把板带脱了 接下来 扔地上 脱身上这件 脱完了 扔地上 小罐 小罐 让脱脱吧 小罐也脱了 扔地上 光着个膀子 跟那站着 你好大的胆子 我又怎么了我 上座秦 秦相爷 你跟这光着个膀子 哎呀老天爷呀 那不是您让我脱的吗 行 这身医生 这是你的呀 啊 是我的 值多少钱呢 值不到一两银子吧 都算上了 哦 行 我买了 什么呢 我买你这身医生 啊 这没明白啊 嗯 多少钱 不是 我 怎么说呀 坐了好几个官 我 这 我给你 二百两银子 别嫌少 骨灯就亏去了 是 谢活佛恩典 啊 那个 向爷 给你拿二百两 秦相爷 直作家花了 你愿意买就买 怎么我替你花钱呢 拿去 拿去 管家出去了 一会儿拿牌 脱来了 二百两银子 啊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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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别嫌少啊 少不少 少不少再拿点去 秦相爷 可以了可以了 妈 好了 以后你要注意啊 去吧 端着牌往外走 心说我注意什么呀 我啊 出来了 一出来到门口那儿 这万老三还擦眼泪呢 挺好的哥们 这哪说理性 就不知道 要不说人 光着网子 端着一盘银子出来了 哎 哥们 你出来了 出来了 什么事啊 就 给了二百两银子 埋伏这身衣裳 我这身比你呢 还新呢 我去问问他 还要不要 快来快来 别进去挨打 快受住了 跟外边待着 屋里边呢 地上扔这堆衣裳 仨官看着 衣裳发愣 和尚瞧瞧 赵老大 哎 盛桑 你那衣裳 是不是有味啊 没有 本官有点洁癖 衣服很干净 把帽子摘了 啊 啥帽摘了 搁地上 搁地上 再拖 拖 再拖 拖 哎 把这玉带先拔开 解蚌袍的袋 啊 秦相爷坐旁边看着 这事得两千 买那身素的还 还二百呢 这都绣花的 这就有龙啊 这上面 这两千啊 回头看自己管家 那意思准备啊 拿钱去啊 准备拿钱去啊 这拖吧 啊 拖到里边 剩一小罐了 啊 嗯 看着还挺痛快 嗯 是 赵大人很尴尬 临安之府啊 当年的 首都的地方最高长官 啊 拖完了 圣僧 您看 啊 别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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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个 那个 接下来 接下来 前堂 任何二位 直线过来 圣僧我们脱嘛 不不不 秦丞相这气啊 拿我这当早堂子了 我跟这坐着 挨个过来脱衣裳 啊 这看着 和尚乐 你穿上田老大这事 你穿上啊 穿上 好 不是 我为什么要穿他的意 你穿上之后 你叫身官 他是牙翼 我穿他那 我升哪门的官啊 我啊 你听我的穿上有好处 穿吧 啊 拿起来 这儿穿 前堂 任何两位直线 还过来帮这弄呢 哎 拿个帽子来 打嘛打嘛 哎大人您戴上吧啊 戴上吧 穿好戴好了 哎 站在这儿 嗯 和尚瞧着 还挺好 挺挺好看 挺好看 嗯 他他脱的那身 朝服就存在您这儿 您您替他 看着点 完事回来还得 还给他 哦 好好好 他脱这身 不要钱 不不 哦 好 嗯 嗯 好 那个 叫老柴老杜 老田老万 都叫上来 叫上来 哎 一会儿上来了 老田呢 就找了一身 别的差人的衣服 你不能光着膀子 再上来 不像话 四个差人 穿好了上来了 上来 先见秦相爷 又见各位大人 这儿站好了 呼唤下意 有何差遣 啊 站好了 尤其是看看 临安府知府 也不好乐 嗯 啊 第一头 呼唤下意 有何差遣 赵大人说 啊 是啊 一转身 看着和尚 圣僧 呼唤下意 有何差遣 服装不一样了 五个差人嘛 对吧 有何差遣 和尚乐了 我晚上带着你们 拿贼去 啊 今天晚上拿贼 秦相爷 你可 别睡觉 你别睡觉 等着我们 天亮我们 给你送贼来 哎呀 我佛 你真是 真是个活神仙的 啊 太棒了 天亮 你就把贼送来了 哎 尽量 那我睡觉不睡觉呢 别别睡觉 别睡觉 因为我们不睡 你也别睡 您这叫什么道理啊 啊 那什么 那行 那我们听您的啊 那那那俩官 你们也贼着这啊 跟这守着这 我们一会儿 我们晚上吃完饭 我们就出去了啊 好吧 简断结束 天到了定惊天 这一擦痨 和尚 带着五个差人 其中有一个是大人呢 有打相府就出来了 啊 走吧 就顺着临安城 一圈一圈的东 按北京来说 就是顺着二环 一圈一圈的走 那哎呀 开始还行 到后来这汗就下来了 尤其是大人 没走过这么远的道 走了一个钟头 那什么圣僧 这个咱们这个 什么时候拿贼啊 啊 不是 咱们什么时候拿贼 拿什么贼啊 不是咱们说好了吗 咱们您让他们出来拿贼啊 不是 我带你们得走 为什么要走啊 走头一圈呢 我刚才跟他们家吃饭 吃得太撑了 我出来 我削我削我实 这五人一跺脚 你削我实 我们还没吃饭呢